压轴巨龟40文字第14文 压轴巨龟会咬人吗? 所有的龟类都会咬人 只是有的主动攻击 有的以为是食物 伤害程度不一样罢了 像二龟类 但龟类都是比较凶猛的龟类 防御性强 一般都是主动攻击 而且要合力的 对人的伤害也比较大 压轴巨龟是非常温顺的龟类 一般是不会主动去攻击人类的 它的防御一般是做缩头乌龟 或是发出丝丝丝的声音吓唬你 一般你伸手指的情况下 以为你的手指是食物会张嘴去咬 这是龟的天性 因为压轴龟个体巨大 咬合力也相当大 可以轻松将人咬伤 而且还有电筒 小孩子皮包肉呢 更应该注意防护 虽然一般情况下不会咬 但是龟毕竟不会分别食物与否 更不知道轻重 但是也不用过多的担心 平时保持一定的距离即可避免 确实想和它互动的时候 可以使用一些器械辅助 比如使用镊子夹住食物投胃 保持适当距离 注意观察即可 乌龟咬伤 不需要打狂犬疫苗 可以按正常的外伤处理 建议到门诊包扎处理更妥当 小吃经验 进攻参考 这期视频 感谢观看